滾滾湯頭熬煮豐富配料 在鍋燒專賣店裡用餐 居然還要用上剪刀 松葉蟹變成鍋燒料理 大到鍋子裝扶下 客人抽出超長超完整的蟹餃 引起驚呼聲 一口咬下肉質超Q彈 爆出滿滿蟹肉 感覺它是奢華系列的東西 那不會像說外面吃起來 就是會呼呼那種感覺 對 它是還滿紮實的 為在高雄的鍋燒店 要吃可得看運氣 通風系松葉蟹每天限量十份 半隻就跟臉一樣大 讓客人覺得新奇 那一開始只是一個很好玩的想法 那我們自己吃吃看而已 結果也有讓客人吃吃看 那得到非常好的回想 一樣走視覺浮誇戲的還有這裡 一隻隻白蝦排排站 煎好的扇背搭上擺盤 鮮顆鮑魚 加料不手軟 白蝦跟四枚硬幣一樣大 還有香煎鴨蛋上面放上肥美鵝啊 最後淋上獨門醬汁增鮮天色 讓人看了口水直流 很大顆 四年對人才不會熟 很大顆 位在嘉義的網紅名店 豪華海鮮蓋飯用料超驚人 扇背鮑魚鮮蝦干貝 鮮顆鴨蛋煎鴨蛋 加上五種蔬菜 讓客人一次吃個夠超滿足 我通常是說三粗粗魚 一天就三粗而已 滿滿一大盤海味新鮮食材 用新料理 一天只接三粗客人 得提前預約才吃得到 超大松葉蟹 碗都裝不下 浮誇海鮮料理 讓人欲罷不能 記者侯國文京 正中郭宜貞綜合報導 取得了 取得了 交班人員扛著媽祖神教 直至往前衝 信徒在旁邊大聲喊聲 看到這畫面 以為鑾腳要進廟了嗎 還沒還沒 這組跑完緩 下一組 交班人員扛叫狂衝後 180度回頭來回去跑 有的短短50秒內就跑了八趟 跑累了才罷休 掌橋人家騰營教務 其實我很喜歡交橋 我來當媽祖師 拿在口袋 台中五七號天宮 大莊媽七天六夜的靜香行程 從台中走到雲林 來回共兩百多公里 當中的重頭戲 就是回蘭安座當天的走大叫 所謂的走大叫 是指大莊媽祖的轄區內 五十三間宮廟 他們派出人馬 以進跑的方式迎回蘭 這樣的儀式 已經流傳了百年 被列為當地的文化資產 大家很拚這樣 我不要走幾座 我走幾座 每間都有我的心理 心理上這樣 各公人員相信 走大叫就是要跑得越快 越多越有誠意 也成為當地 獨一無二的特色 這集文章的景城台中 採訪報導 一眼望去 大片綠油油的 不是美麗的花海 而是滿山滿谷的柚子海 政府補助給農會 收購的文端 全部都丟在這裡 就丟在這個農交易 而歷史過 財產署的新南段波坎 被亂到了滿滿的柚子 目測至少有二十多公噸 我們基本上如果說看到農田 我們會以為他們是在堆肥 可是倒在這個地方 怎麼看都不像堆肥 國有地上堆滿了新鮮的柚子 實在令人匪夷所思 就民眾直擊 瑞穗鄉農會的貨車 在農民田地上 清倒一袋又一袋的柚子 想要申請 造成地下水污染耶 直進一顆顆飽滿的柚子 疲憊八光波徑 躺在農地上 不過隨意清倒 恐怕會破壞水質以及土壤 相公所立即開出勸導單 我會用廢棄五清潔法來做處理 那可能還是要判斷說 有沒有環境污染的疑慮 農會總幹事則是強調 確實會提供過剩的柚子 以及無法萃取柚子油的刺激品 提供給民眾當有機肥 萃取力不高的這個果肉 提供給這個農友 來做一個有機質的這個材料 至於國有地還有其他地方 文旦遭到丟棄 環保局跟農業處則表示 會繼續追查 不過農民心血全被糟蹋殆盡 記者對焦貴宣 花蓮採訪報導 衛生局人員仔細檢查 發生產日期產品內容一個也不放過 桃園市衛生局13號借貨陳晴 有食品公司販售美國豬肉 但出貨標示不時 14號前往機查果然發現 這產品包裝上原產地是美國 但提供下游業者的產品報告單 以及出貨單原料產地卻標示為加拿大 受害的下游業者分佈六縣市 包括桃園 台北 新北 台中 新竹市 以及新竹縣 共計61家 這些業者主要是自助餐 便當店及企業員工餐廳 總計出貨8532公斤 衛生局將對此開罰 倘若有原產地標示不實的情形 將亦違反食品安全衛生管理法 第28條第一項的規定 依同法第45條第一項 可處4萬元至400萬元的罰款 桃園市府表示此舉恐涉刑法第255條 將依請司法機關後續調查 無量業者在出貨單上動手腳 罔顧消費者權益不只會被開罰 恐怕還得吃上官司 記者劉展郭宇宣 桃園菜坊報導 我是王一仲 新聞的產業帶給我滿滿的使命感 不論是貼近民生的議題 或是國際的話題 我都能夠精確真實傳達最完整的資訊 給各位觀眾 當然更多的新聞請鎖定中視YouTube頻道 記得按讚訂閱分享 並開啟小鈴鐺喔